對於我自己本身 陳偉的人生來說 其實我是因為這段婚姻 而令到我損失很多很多 每遇到一個人 當初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是很開心的 但是兩個人相處 大家的相處方式 其實是很影響兩個人之後的關係 家庭、愛情、事業來說 其實三方面我不會把事業擺第一位 之前我是缺乏愛情 所以我才把比重全部擺到事業 我想我會把家庭擺在最頭 換轉如果我30歲之前 擺在這個時間 我可能都會考慮生小孩 表面上是一個女強人 但是我覺得這是環境迫城 如果我小時候很積極去學習 認識多點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可能會更好 Hello 各位情報的讀者 你們好 我是陳偉 這個女強人形做出來 可能是因為我的外表 外表給人的感覺好像很獨立 又高高大大 又好像很聰明 其實我自己私底下 我陳偉這個人是挺相反的 我會比較靜態 還有雖然我都會獨立 但是我覺得這是環境迫城的 如果可以有依靠的時候 我當然也很想去依靠一下 小時候其實我的性格 挺男子頭的 還有挺好強的 游泳啊 踩單車啊 這些都是 通常都是小時候都會跟著的 會喜歡欺騙男子的 可能都是因為生得比較高大的原因 都會很得到老師的信任 班長、行長、風紀等 都經常成年 有一個挺獨立能幹的感覺 出來的人 我不是一個很安分 算是很安分手的人 其實我很怕門 很怕沉悶的東西 當時也有考證古功 或者是否去做文員 還是做護士 當時也有去做一些 兼職模特兒的工作 化妝師的朋友 就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 人生與缺詐 你的腦子很難走 或者是你本身 你是一個這麼賺的女生 不如試試選美 因為短期她有份訓練 在訓練裡面可以學會很多事 我都好像是 那就去試試吧 《染媒染芳》那次 我反而第一次可以接觸到一個角色 以一個人物 以有的人物去做藍本的角色 就算我本身已經是《染媒染芳》的歌迷 但我都會多看很多她以前的作品 有一個優勢就是原來身邊有很多其他演員 跟她跟她的演員熟 會覺得原來有很多小童靜跟她相似 這些才是天常可以幫到 但我都放了很多心機去演這個角色 當時我的想法可能會是 我覺得我認定了一個人 就一定是重一而終地喜歡這個人 我這個人 相處是不是真的這麼適合 我都決定了我要嫁給她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一直都是這樣 我為了她而離開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是損失了很多東西 反而如果香港可以做回自己喜歡的職業 除了可以豐富我自己的人生之外 其實對社會的貢獻我可以做得到 會是整個人的人生價值會高很多 大家看到我這幾年 是這麼努力地 或者是這麼積極地 這麼不斷地去拍劇 某程度上就是一個 用工作去充斥我所有的時間 令到我去 沒有其他時間去想其他事情 一個多功能的老婆 是不是就是代表 是一個很好的老婆呢 是男人都喜歡的呢 其實可能一定是 就是你都要看男人願不願意去拍劇 對不對 他不拍劇的話 你不斷在這裡怎樣做怎樣搞 都是無用的 一定要兩個互相去付出 一定要用心去經營這個關係 才可以有一個正果 九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些女性 或者那時候的社會氣氛 那些人都是不生孩子的 即是以前那些 就算是生孩子都不知道躲在哪裏生 生孩子又不承認 可能一幾年 到現在的 尤其是現在的風氣 就是很喜歡生孩子 或者比較早點結婚 很希望生孩子多一點 那麼 換轉如果我30歲之前 或者那段時間 再重新開始過 可能我會有 放在這個時間上 可能我都會 考慮生孩子 其實我很小的家 就是我煮飯的 我爸爸煮東西會比較好 我會進廚房 就是很喜歡看他煮飯 他下糖下鹽 我炒兩下 我就覺得那個 送我有份的 我又很有滿足感 那晚久而久之 我媽媽買菜 我又很喜歡陪他去街市 去到街市 有很多 以前有些芒果 椰子汁 或者有很多小食的東西 可以吃 所以 都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到我長大 自己出來做事之後 也吃多了很多外面的餐廳 自己喜歡研究 身邊的人都喜歡吃 所以我就會煮給他們吃 人生不愉快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是會 比你很開心的時間 是多很多 不好的時候 你必須要調整自己 一個平常心的心態 你自己要走出去 你才可以有機會 得到你想要的快樂 或者想要的物質 如果你手术在套塞 永遠都是沒用的 永遠都是一樣的 必須要衝破 要突破 要去做一些事 才可以令到局面 可以變身 我們一次 但是 我們下一個 一個小東西 隨便 的話 我們下一個 有請 heid